见到朱佩佳时 时尽中午 他刚回到办公室 神情有些兴奋 也有些疲惫 就在稍早 朱佩佳和三十多位志同道合的市民 在香港多地张贴了爱香港 反暴力宣传标语和国旗海报 并清理了激进示威者的天桥涂鸦 今年49岁的朱佩佳是香港职能量生命科技公司的董事长 他自认为之前是一个政治冷感的人 只想做好公司生意 过好每一天 但自从6月份香港发生社会纷争 出现暴力事件 他觉得不能坐视香港被暴力示威者破坏殆尽 他看到天桥上填满示威者抹黑政府的涂鸦和海报 非常气愤 便决定自救从清理反对派海报开始 一开始为了不过于引人注目 他和朋友们常常凌晨集合去清理 但经历过的地方也总是隔天在被贴满 朱佩佳最后决定和反对派正面较量 他和朋友自费设计印刷海报张天 海报有爱国爱港的心声 有止暴之乱的呼吁 也有对教育文化的反思 我们是三四点四五点这些时间 都是半夜出动的 最近我发起一个理贴 我又贴这个快贴行动 因为我觉得我们是正义的 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呢 所以我就日头就开始 大家是光大正面 光面振大这样 就在日头去贴这些 在香港当前的社会氛围下 只要见过激进示威者暴力行进的人 都会明白做这件事情的风险 朱佩佳在单独行动中 曾三次遭到几十名示威者的围攻 并感受到暴力的升级 7月时示威者看见他还只是骂他 但是10月他在大部区的行动中 有区议员煽动示威者围攻他 他开始用手机直播恶行 结果手机被砸 过几两个星期前 我又是单独行动 围一些还难 还幅 那时候就被一帮人去围 其中最重要是一个议员 大部一个议员 就煽动很多人 期间就很多的碰撞在那儿 被人家抢了电话 同时就把我的电话打到烂了 扔到很远的地方 对面的那条街那里 到后来我就报警了 他们说你收钱 收几百元出卖香港 香港 这样 我觉得他们耻笑 我就笑了 我说你买不起我们 你给不起钱 因为我们有否爱国的心是无价的 多次被围攻 旁边的朋友以为他不怕 但朱佩佳表示自己其实是害怕的 但他觉得不得不做 所以再怕也得做 更让朱佩佳感到无奈和痛苦的是 一些几十年的老同学老朋友 因为政治立场跟他一刀两断 在朋友圈删除了他 他以白头如心 清概如故 形容这些逝去的友情 随着朱佩佳参加更多爱香港反暴力活动 他的身份和公司被起底 社交账号不断收到攻击性信息 隐私被暴露 罢卖倒闭的声音不断 公司营业额跌了40% 公司这几个月都是虚钱的 亏损的 那我这段时间都不无正业 全副心机 80%以上都是放在这个抗暴的行动上 基本上公司工作都没什么怎么去做 三个多月来 朱佩佳已经花了近十万 用来印刷海报和购买慰慰品送给警察 他觉得自己最对不起就是公司股东 自己没有好好地经营公司 但是他绝对不后悔自己的行动 继续贴 不后悔 继续贴 跟我们抗争到底 我们如果再不走出来 再不行动 更加多的人 沉默的派的人 以为是默去 或者他们会觉得 很多人默去他做的方式是对的 我们坚持反对 我觉得这种行为是大错特错的 我们必须用行动证明出来 我们更多人是反对他们的 爱国爱港者不行动起来 就不会看到曙光 大家都生活在这里 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朱佩佳接下来还将发起 用一秒钟来香港行动 倡议无论是上班族在上下班途中 还是市民在逛街途中 都可拿出一张爱国爱港贴纸贴在某处 这是种心理学的暗示 能给沉默派壮胆 渐渐走出来表达爱香港的诉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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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